唐人街狗肉 原來是記者突槌 美國CBS 迷你蘇達州分台 WCCO一名記者 要對小狗繁殖場做深入報導 所以來到了紐約 百老匯東街的一間 唐人街肉行 記者問他們有沒有賣狗肉 員工聽成鴨肉 並說他們賣的肉 都是拿來吃的 會錯誘的記者 馬上報導中國城有賣狗肉 還引起政府單位注意 但很快就發現市場烏龍 烏龍報導被揭穿後 記者自我解嘲 但WCCO卻從未將報導撤銷 只將枝悄悄地在網站上洗掉 我們有向推特喔 從今天開始追蹤我們吧